西西兰股市今天攀升至历史新高 而由于议会选举即将来临 澳大利亚股市出现下跌 受总理特安布尔推动法案通过 以及议会可能会提前进行大选传闻的影响 澳大利亚股市出现暴跌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股指跌了27.42个点 跌幅约0.3% 超过上周五的涨幅 压嘴受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 唐威廉姆斯说 最好的盈利增长已经见到过 只是今年将会是更为艰难的一年 特安布尔最近几周内都在尝试 让劳动改革法案得以通过 但都一再地面临参议院的阻挠 看起来首相准备解散国会两院 并要求在7月2号进行提前选举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特安布尔会获胜 虽然支持率有所下降 但它依然会继续留任 金城受金属和原油价格疲软的影响 澳洲矿野和能源公司股票下跌 导致整体股市也随之下走 跌幅达到0.5% 与此同时 西西兰股票飙升 这主要是受到渴望从纽元交易中获益的投资者的推动 由于利率被削减到历史最低点 投资者们将资金从银行存款中转移出来 寻求更高的回报率 来自HHG公司的经纪人格兰特·威雷姆斯表示 这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鉴于银行的利率相当低 应期存款到期的客户正在寻找投资的替代方案 今天的新闻回顾就到这里 我是沙姆梅雷迪斯 更多影响货币市场动态的事件报道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